現在針對民進黨黨團提善會動議 進行舉手表決 贊成民進黨黨團提出善會動議者 請舉手 要開會 要改革 報導院會 現在報導表決結果 針對民進黨黨團提善會動議 出席108人 贊成49人 贊成者少數 善會動議不通過 不報導院 共產會 不報導院 共產會 進行舉手表決 贊成民進黨黨團提善 請舉手 特別是選舉直接做的 對民進黨黨團團 必殺人 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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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今天所拿出来的是说 赖清德总统讲少数要服从多数 这句话对了一半 我相信少数要服从多数 这个过程里面是要经过程序上的完备 尤其是在各委员会的提案里面 一定要经过充分实质的讨论 现在的选区是单一选区两票制 刚民进党喊出 不讨论就上会 国民党主张要开会 国民党这个哪叫要开会 国民党这个叫做要表决 他怎么样来对全国的民众交代 我们在审查国民法官法的时候 我们耗时了三天两月 我们不断的审查 我们是多数的时候 我们让国民党讲到保 我们让国民党讲到满 我们让国民党讲到你嘴巴 让国民党讲到你嘴巴 那今天国民党从早上到现在 你们哪是要开会 国民党根本就不想讨论 国民党只是想表决啊 我对台湾民众党非常的遗憾 既然想开会 那为什么大家不一起来做一个讨论 十年前啊 大家迎来了天光啊 今天啊 我们最担心的 是国蓝白联手啊 为台湾带来黑暗 我相信台湾的民众 没有办法忍受 立法院审查 这样的重大的一个法案 搞这样的一个黑箱 台湾的民众没有办法忍受 蓝白联手 这样的无坚不摧 可以要动不动 就可以把老百姓 叫到立法院来 台湾中小企业占了98% 至少超过163万家 哪一天国民党不开心 哪一个中小企业政治现金 或者说哪一个 你哪一个中小企业不停 蓝或者是白 甚至就可以发动听证跟调查 是可以如此的草率吗 今天我们看到国民党跟民众党 有这么多的一个再修正动议 你提了你的再修正动议 你提动 你表决西 表决到最后 表决民进党的法案 你这开了什么玩笑吗 反合乡 退回重审 表决到最后 表决民进党的法案 你这开了什么玩笑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